加州司法部長羅伯班特宣布 透過一個禁止擁有槍械人士的資料庫 在東灣Richmond 拘捕了一個人 起出大量非法槍械、高容量彈匣 和大約100萬發子彈 姆虎妍報導 加州司法部聯同其他執法單位 在1月31日持搜查令去到涉案人士在Richmond的住所 過程中起出幾個疑似手榴彈 警察彈小組確認後發現手榴彈沒有引爆能力 司法部探員後發現一個武器庫 手獲大約11支機關槍、133支手槍、37支步槍、60支突擊步槍、7支散彈槍、20個滅聲器、4支信號槍、3000個高容量彈匣 將近100萬發不同口徑的子彈 還有一些步槍和手槍的槍身 當中亦包括多支第二次世界大戰甚至一戰時期的槍械 司法部長Wok Banta表示 拘捕行動展示了禁止擁有槍械人士資料庫 在維持社區安全的重要性 他感激探員和執法夥伴 由一個被禁止擁槍的人士手上沒收這大批違法武器 加州2006年設立全國首個名為Apps的資料庫 專門記錄和追蹤本來合法擁有槍械 但後來因為種種原因而被禁止擁有槍械的人士 包括曾經犯嚴重罪行或者暴力輕罪 有家庭暴力或者其他類型的禁制令 以及是患有嚴重精神病的人士 26台記者無好言報導 MING PAO CANADA // MING PAO TORONTO